3号至4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河南安阳郑州考察 他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 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安阳东路村东小麦田 李克强查看商情 了解收成收入 重粮大户说 通过规模经营 重粮也有较好收入 李克强说 要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 优化粮食品种提升品质 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一定要尊重农民意愿 积极稳妥推进 李克强与村民围坐话家常 大家纷纷反映 有工可打 不少是相互打工 李克强说 现在可外出打工 也可就地打工 灵活多样 大家努力干 生活会更好 李克强走进安心院小区保障房住户家中查看居住情况 他说 加强保障房建设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要确保房屋质量 李克强询问小区居民还有哪些困难和意见建议 叮嘱要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 群众反映的有些问题看似小事 但对自身来说可能是大难事 党委和政府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帮助合理解决 李克强听取河南培育新兴产业集群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郑东新区发展汇报 并先后来到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公司 和郑州大学工程研究中心考察 强调 要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大力推动创新发展 推进新型工业化 科技创新要有坚强的意志力 打捞基础学科的基础 用十年磨一剑精神 踏踏实实往前走 取得更多突破 河南市人口大省 要努力成为人才强省 和人才聚集的高地 在做进中部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 李克强考察三权食品公司 并询问给公司配套的中小微企业负责人 减税降费等政策是否落到企业 还有什么需求 大家说国家政策帮企业渡过了难关 李克强说 面对疫情和世界经济衰退冲击 我们做好六本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特别是实施纾困政策和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突出保就业 保民生 保市场主体 这前三保 前三季度经济实现正增长 稳住了经济基本盘 要把握好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努力实现全年正增长 并被今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李克强充分肯定河南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 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加大改革开放 开拓创新实干 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业绩 萧杰和立峰陪同 列业绩